暗总是在暴风后变得更融洽 逆着寒流生长却依然开启了花 Xperia的对白 不再精彩 比丽莎白太冷的眼眶 流上海质掩护古老的眼泪 提到阴宗 想必不少的人都会想起天赐的声音 在网界的节目里 制作方邀请了不少歌坛资深的从业者 改编了诸多的经典曲目 神仙合唱比比皆是 让这档综艺深入人心 近日节目传来好消息 天赐的声音3已经步入了准备的阶段 不久就会跟大家见面了 此前的浙江卫视春晚里 胡海泉就曾透露 第三季即将开路 且常驻嘉宾是三老家一星 三位老人分别是 胡海泉 张绍涵 胡彦斌 新人是周深 对于周深的加盟 不少的网友表示 自从大雨火了之后 周深这个宝藏男孩 一直都在输出不一样的东西 带给大家不少的惊喜 他的歌声可以空灵 可以如气如素 也可以像达拉崩巴一样 百遍好玩 去年可以说是周深霸平的一年 他不仅亮相了多台晚会 还为诸多的影视作品献唱 他为乔家儿女献唱的主题曲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被人民日报评选为十大金曲之一 油管全球榜更是八连冠 他为大江大河献唱的羽光同城 被网友评选为2021最佳OST 同时也获得了十大金曲奖 他的光亮细枪火爆出圈 在他变得炙手可热的背后 是网友们对他的喜爱 相信所有人都听过他的歌曲 电视剧一打开就能听到 随便拿一首歌 搭配原版的MV 深化双响 此外 之前网上就曾流露出天赐的声音 新一届的阵容 在阵容里以上四位音乐人都对着 只是还多了一位常驻 是邓紫棋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他呢 除开周深以及常驻嘉宾以外 对于其他的飞行嘉宾 也有路透的消息传出 据悉 本季将有71位音乐人参加 张碧晨 毛不易 善依纯 陶吉 方大同等都将出席 其中张碧晨 毛不易 善依纯 阿令 徐佳莹 张亮颖 是网友期待值最高的 这些音乐人 不管是风格 还是音色 都大相径庭 不知道会有哪些神仙合唱 就目前网友的讨论来看 希望张绍涵 邓紫棋 能够合唱 张亮颖 和阿令 能够合唱 此外 对于之前来过的嘉宾 比如 盛文杰 刘希君 网友也希望能够再次邀请 总之 目前能确定的 就是周深的加盟 对于飞行嘉宾 大家还是多留意官方的消息吧 感谢观看